各位來到鐵花村的朋友們 大家晚安 那剛才那個上課鐘是我們鐵花村的傳統 就只要是表演開始 表演休息 甚至表演結束 都會以那個鐘 然後告訴大家是表演的 是什麼狀況 這已經從開村到現在 都一直維持也是鐵花村的一個特色 然後非常歡迎大家可以來到鐵花村 那今天我們表演的主題是經典台東 那我們每個月的每一個禮拜四 都有不同的主題 像第一個禮拜四是鐵花特條 那它是以現場即興演奏 是以樂手演奏的方式 為主要的表演的主題 那第二個禮拜四是東Style 就是那個英文的Style 就是會邀請我們台東在地的一些創作年輕人來 也不一定是年輕人啦 就是台東的在地人來 藉由這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四來表現的來分享他們的創作 或是他們在台東的一些音樂跟他們的音樂的一些相關的事情 那今天呢就是第三個禮拜四 也就是經典台東 那其實我們經典台東呢 每個月主題都會不一樣 像我們之前有做過的是電影的主題曲啊 然後50年代60年代7080的一些比較經典的歌曲 那像今天呢 今天是電視連續劇的主題曲 大家知道有哪些連續劇 大家就是比較有印象的嗎 我先回答 還豬哥哥 我超愛看還豬哥哥 可是就是年代就不局限在哪一個年代 那今天其實我們這些歌單是由我們友好的民宿 叫做鐵花站的那個弦對抗 弦抗力他們的那個想法 所以待會會出現非常多 只要你一看到畫面 可能就會想起他到底是什麼經典歌曲 那今天也很榮幸邀請到一些台東在地的樂手 為我們今天的歌手伴奏 那其實第四個禮拜呢 是叫做有一點部落 我們會邀請台東的一些原住民的部落 來這裡做演出 可能透過歌謠 或者是部落的一些大小事 來讓大家認識真正的原住民部落 而不是原住民只會喝酒啊 或是幹嘛幹嘛的 其實就是在喝酒前 其實有一個可能很深的意涵 為什麼會喝酒啊 或者是因為什麼 然後而做了什麼 就其實就禮拜四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呢 表演就即將要開始 你們有很期待的感覺嗎 好啊 好 那我們就要先 好 我們樂手都已經就位了 那我們主持人就話先不多說 我們先歡迎今天第一個 長得很像某個電視連續劇的主角 你們等一下看就猜猜他到底像誰 好 我們先掌聲歡迎阿如賴 好 不要一上來就一直看著我 好 不要一上來就一直看著我 我會害羞 欸 算太真誠了 好 有猜得出來我是哪一個連續劇的主角嗎 是耶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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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耶穌傳